佛陀斯你是大慈悲福田 世间第一福田 为什么 很多鬼道有没有东西吃啊 没有东西吃 各位有没有念过辩食咒 有没有 做武功啊 做晚课都要念辩食咒 这个尊 无量归得光明自在如来 他讲出他的咒语 任何人念这个咒语 前面的米饭食物啊 都可以化成无量无边 而且鬼道众生 一吃到马上升天 这个咒语很重要啊 来 为了要念这个咒语 各位多打一个手印 来 请右手拿出来 打手印哦 又打手印 你要拜师父哦 然后把你的拇指 按在你的食指 各位多打手印 将来手相好看 了解吗 按在食指 地中间 然后我们来念 辩食咒 各位都念过了 来跟我念一次来 南无沙瓦但他 AGAIN 温食咒 流滋里 温食咒 丹 潘 居 谈一个字 obes 这样会不会啊 以后 你在吃食物 我教各位啊 佛经说的啊 你家里有人生病生的很严重 你只要拿七根米 或是七粒稀饭 或是一条面五公分 把它放在你的左手也好 或放在你面前 念这个咒语 把它背下来好不好 这个我们每个出现人都会背的 变时咒 把食物变成 尤其各位在拜祖先就要念这个咒语 来再跟我念一次 今天我们来做慈悲法会好不好 这个花的香啊 外面的准备好多食物 等一下我们要吃的 都化成无量无边了 好不好 来跟我念 南无沙瓦丹台语道 瓦路之地 欧山本来 沙门来 欧 南无沙瓦丹台语道 瓦路之地 欧山本来 沙门来 沙门来 沙门 南无沙瓦丹台语道 瓦路之地 欧山本来 沙门来 沙门 一人念三遍 这边假设六七百个人 就好几千遍了 好几千遍一加词啊 那些食物变成无量的虚空啊 然后我们旁边如果有燕金寨主啊 甚至那些山神树神土地神啊 通通得到供养 这样你快不快乐啊 所以 佛还说啊 一个人肚子很饿 没饭吃 你就念这个咒语 肚子饿就不见了 再来 你看到一个乞丐 没有钱用 很痛苦 你希望改变他的福报 佛说 你帮他念这个咒语 变食咒 也可以去除他的饥饿 让他有福报 可以吃到东西 佛头还说 你看到一个树枝已经干掉了 没办法长出新的树叶 你帮他念这个咒语 那么念下去 枯树都可以长出新的枝叶啊 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讲这个咒语 跟大家说啊 如果我讲的是假话 我从成道以来 所讲的一切经典都是骗人的 你不要相信 但是佛头又说 如果你相信 佛头交代安安 请你慈悲 为莫法 没有福报痛苦的众生 把这个慈悲的法门传下去 所以我们出家人 每天早中晚 都在思死 了解吗 初始 就是念这个咒语 但是这个咒语 不是我们出家人专业的啊 只要是发心的人 愿意做菩萨的人 都可以念 那各位如果走到哪里 都这样念 尤其各位在点香 你在家里有没有在点檀香 点香可以供佛 对不对 供佛还不够 如果你点香供佛 你在家念这个咒语 这个香遍满到外面以后啊 这个香到外面以后 外面的一些天神鬼神 通通可以吸食这个香 一吸食香以后 马上升天 你看这个功德大不大 非常大 所以各位 如果你了解这些以后 你就开始经常做 所以这个咒语 我再念一次各位把它记起来 然后下回看客颂本 辨识咒 好不好 来 看我念一次 就这样 然后你把念完了这个米饭啊 就给它放在树下 放在阴阳的地方 然后这些三神 树神 鬼神 通通可以吃啊 那吃了以后 他就升天 他升天以后 他就会用神通观察说 我以前是个鬼耶 因为我吃了某某居士 念了这些食物啊 我现在升天了 他会不会下来做你的护法 从那一天开始 你早上起床 不要用闹钟 你晚上要睡觉说 我要明天五点起床 他就五点把你叫起床 那个时候啊 你就心想事成 这样了解吗 好 刚刚我们占音法师啊 拿了这一本书啊 我会把它留给我们宏如法师 这一本书叫什么 慈悲思识手册 这里面有几个咒语 是我们客颂本里面 还有个咒语叫 甘露水真言 有没有听过 各位以后培养一个习惯 譬如说 你要喝水 要喝之前 你念一个咒语 那么 点一滴出去 你念这个咒语 这个水只要一滴 滴到地上 水马上变成石斗的甘露水 天人在喝的水 然后这些咽口鬼啊 可怜的鬼啊 尤其水库旁边有很多鬼 这些鬼不会伤害人的 他只是因为很饥渴 了解吗 上辈子 上辈子奸贪 所以这辈子做鬼 但是很口渴 但是你要喝水之前 你给他念个甘露水咒 啥急去出去啊 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喝到水 一喝到水以后 离开痛苦升天啊 功德大不大 大 所以各位 手边有没有水啊 外面有人有拿针 有水啊 来 拿出来 没有没关系啊 只要你念啊 就有功德啊 好 那一样打手印 一样这个手印 念的时候 手放在里面 念完把它滴出去 好不好 来 念这个甘露水的手印 甘露水的手印 是这样 合掌就好 这个叫妙色声如来 刚刚有没有念到 妙色声如来 手印就是这样 当你在念的时候 你每一个手指头 喷出来那种白色 有如牛奶 还会发亮 好像水银的那种甘露浆 就会片满虚空 那如果你有水 你把水放在你的左手 要超过嘴巴哦 超过嘴巴 因为放在下面 代表你要喝啊 那些鬼道就喝不到了 超过你的嘴巴 然后手比妙色声如来 手印 然后开始念甘露水真言 来跟我念一次 来 好 各位 课颂本通通有 好不好 你只要翻开课颂本 都有便食跟甘露水 然后你只要念完三遍 什么时候念 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 太阳最大的地方 往那边 东方 东方代表众生心 布施波罗蜜 也代表受苦的鬼道那一方 朝着东方 所以阿弥陀佛也是向着东方的 然后念三遍 那么 念完以后 把水洒出去 洒出去 那这些水啊 就片满了一切虚空土地 那些鬼道通通得到超度 各位 那你这样会不会很快乐 连续做七天 改变命运 连续做十四天 重大病苦消除 所以像我啊 我走到哪里 尤其我经常出国 在飞机 在美国 在巴拿马运河 乃是飞机转机 我在矿泉水 我早就念好了 我在飞机上 我都拿的 我念到21到108遍 然后一下飞机啊 只要踏到土地 就赶快一直弹一直弹啊 哎呀 我从那天开始啊 我发觉啊 我这个人旁边 有一大个部队 天龙八部 通通在左右啊 随时啊 我只要起个念头说 我想要吃苹果 马上就断来了 我现在不敢乱想 想什么来什么啊 我都存好的念头啊 一切事情就安排好好的 为什么 因为 佛告诉我们 你要做一个大慈悲不思者 所以 这个是谁讲的 观世音菩萨 告诉阿难 阿难尊者有一天在打坐 为了自己解脱要打坐 结果他打坐了一半的时候 眼睛一打开 哎呦 前面有一个鬼啊 脸都火在烧啊 阿难吓坏了 那个鬼还跟阿难尊者说 比丘啊 你在三天以后 跟我一样 死掉做鬼 脸在烧你的身体啊 火在烧啊 阿难就问那个鬼 那怎么办啊 那个鬼就说了 你不要担心 如果你能够不失食物 给天下的这些可怜的鬼 到众生吃 你不但不会死做鬼 从今天开始不会生病 各位 做佛陀的侍者 能不能生病啊 阿难 佛陀的时代 有两个人不生病的 一个就是阿难 一个叫阿弥陀经 来先问一下 会被佛说阿弥陀经的 请举手 嗯 等一下跟我报道啊 送礼物 阿弥陀经哦 要会背哦 放下放下 太好了 鼓掌鼓掌 各位 你会背阿弥陀经 你走到哪里 那些鬼神 看到你都拜 为什么 谁 那些鬼神 碰到你的身体 就超度 你会被阿弥陀经哦 所以 阿难 碰到这个事情 不知道怎么办 就赶快问佛陀 佛陀就安慰阿难 阿难啊 你不要紧张啊 那个不是鬼啊 那个是观世音菩萨 交面大事 有没有听过啊 你不要为了自己想解脱啊 你要同情这些鬼啊 我们出家人要解脱 也要同情众生啊 那 阿难说 佛啊 那那个鬼王告诉我说 我呀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